《生死明燈》 很多謝大家一直有收看《生死明燈》的分享 其實我們對於生死是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大家有沒有聽過《王娘一望》 在古時候有個書生 他姓盧 這個盧生 他有一天就要出門去到京城去考試 搬盧去到咸丹這個地方 就需要借宿一宵 在這個旅館裏面 他遇到一位道士 叫做呂翁 一見而顧 他就向這個呂翁套苦水 你知不知道我人生多了道 不順利 所以說完之後 呂翁就送了一個枕頭給他 他說 你晚上睡覺就用這個枕頭睡 你就會有所領回 天黑了 這位盧生準備睡覺 睡前他就見到店主 準備煲黃米飯 即是黃糧飯 很快睡著了 他就蒙見自己 回了鄉下 回了鄉下沒多久 娶了一個很漂亮的太太 很開心 更加順利的就是 他考試得到盡時 做了官 步步高升 得到皇帝的賞識 做到宰上 坐享榮華富貴 而他的太太 為他生了五個兒子 個個都做官 還有十幾個孫 是不是一生都幾成就 還有很開心 直情 但是呢 去到他八十歲的時候 突然之間得到一個重病 就在他快死那一刻 突然之間砸醒 原來是個夢 這個女翁就跟他說 人生都是像一場夢 但是他看一看這個女店 女店店主煮的黃米飯 都未熟 所以你看到 人生真的就好像一場夢 你的夢 醒的時候 其實時間已經過去了 你要把握的東西 你把握了沒有 所以人生 你說十年二十年 很多人都過不了 去到八十年了 瞬一眼就已經過去了 我們每一個人 應該要好好地把握人生 究竟如果我活一百歲 對這個社會沒有貢獻的 我寧願你活一日 可以做好自己的責任 對得住自己的良心 那你的一日就有價值 有意義了 所以人生 省一眼就過去了 你以為你有八十歲九十歲 其實比起天上的時間很短 所以我寧願大家 活一日可以照顧到自己的責任 能盡到自己作為一個父母 子女甚至你作為員工 老闆的責任 對於社會有貢獻 而不是活一百年 一百歲 對這個社會完全是沒有幫助的 我們要看到自己的人生的意義 都是回去佛教 有一句證據 就是叫做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為什麼這麼重要 就是去到我們人生最後 你要埋單的時候 看回自己一生 是的 我都不過不收 我都對得著天地 對得著自己 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每一日 都在經歷著德與失 生與死 這個變化是非常迅速的 大家有沒有好好地計劃自己呢 究竟你這一生 上天給了我們 有這個人生 你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有沒有去探討過呢 有一位教授 他問過這個問題 就是你現在幾多歲呀 寫下 然後你想活到幾多歲 將你想活到幾多歲 這個年數 減去你現在的歲數 好了 可能是二十年 二十年 當中我們要睡覺 要吃飯 八日夢 減去十年 好了 在這十年裏面 你要怎樣過 時間不是很多的 如果我們可以的 真是多些去行善職德 照顧好自己應該要盡的角色 自己的責任 然後如下的時間 照顧家裡 再去幫助人 這樣在我們的一生當中 你的成績單就會很圓滿 當我們真正要離開這個世界 去到另外一個世界的時候 你自自願 心安理得 好希望大家好好把握自己 可以過一個圓滿無悔的一生 我們有機會再見 今天 的 我們 這個 還有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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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